午安 您好 我是陈丽婷 欢迎来到五间气象时间 一起来关心天气 今天上半天天气表现跟昨天很类似 各地是炎热稳定 是晴道多云的好天气 就东半部地区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降雨 不过下午开始呢 北部跟东半部天气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雨势会增加 而且像是各地的山区 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雷震雨 那么傍晚之后呢 因为封面通过台湾 再加上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 水气会变多 所以仗雨痴运呢 会从北往南来移动 另外花莲台东呢 还可能会有比较强的对流出现 除了下雨之外 会伴随着像是雷击还有闪电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如果出门在外要多加注意了 那么今天温度方面 各地依旧是炎热晴朗稳定的天气 今天中部以北到东半部地区 白天高温会落在32到33度左右 至于中南部又再更温暖一点 白天高温在3435度 甚至南高平的局部地区 还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请大家要严加注意了 另外接下来这个周末呢 到下周温度还会持续的下跌 因为受到了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所以礼拜六日 我们可以看到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白天高温会下降到28度 至于中南部受到的影响比较少一些 白天高温还是有33度左右 那么礼拜一礼拜二温度又会再下降了 北部跟东部白天高温只剩下24度 那么中南部也有稍微降一点 白天高温在28度 一路到了礼拜三 随着东北季风开始减弱一些 整体温度会再回升 我们就看到了北东可以回到27度 那么中南部呢 则是来到了30度 提醒你这一周呢 整体来说北台湾的温度变化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观众朋友就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了 接着我们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 今天各地更详细的温度预测 最后小地您再次提醒大家 今天开始呢 整体的温度变化会比较大一些 上半天各地呢 都还是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 不过注意下半天开始会变天 除了雨势会增强之外呢 各地晚上还会转凉 尤其北台湾的温度变化会比较明显一些些 所以提醒大家外套还先别急着收起来 因为周末到下周一二呢 温度还会持续的下跌 可能就要做好保暖工作了 以上是为您整理的天气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